法轮功学员修炼故事 美国儿童神奇康复的故事 这个美国儿童 她的妈妈叫戴安娜 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农民 她有3.5英亩的果园 一直用心经营着 收入还不错 她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 她的丈夫在经营一家餐馆 他们有五个孩子 一家人其乐融融 幸福快乐 可是唯一让她伤心的是啊 她的大儿子布拉迪 在6岁的时候就被检查确诊为 患有自闭症普系障碍 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她的心都要碎了 据专家说啊 自闭症有成孤独症 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代表性疾病 患者已孤独 缺乏情感反应 语言发育障碍 刻板重复动作等反应为特征 引发自闭症的主要原因呢 是神经系统失调 影响大脑功能造成的 自闭症普系障碍中的普系 是说每个患者的表现都是独特的 都不一样 自闭症的发病率不高 但最可怕的是 这种病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很可能会影响人的一生 丹安娜伤心的回忆说 布拉迪表现有很多怪癖 她不是一个快乐的孩子 但是我能感觉到 她在成长过程中 自己也在痛苦中挣扎 其实她也想让自己正常起来 2013年 丹安娜开始修炼法轮功 她说 法轮功除了有具体的五套功法 需要经常练习之外 更重要的是 用真善忍的原则指导修炼 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核心价值观 给了我很好的指引 并改变了我的生活 的确 修炼法轮功以后 丹安娜改变了很多 不仅身体素质提高了 而且人也变得平和了 她亲身体验到了 法轮功的神奇之后 就决定 让五个孩子都练习法轮功 包括患自闭症的布拉迪 那时候布拉迪已经八岁了 她开始想 布拉迪可能是 最后一个能学会的孩子吧 她说 我认为像修炼人 要处处为他人着想 把他人放在第一位 这样的想法 布拉迪可能理解不了 而且五套功法 恐怕她也不会有耐心去做 可是事实证明 她的想法错了 丹安娜首先教六岁的女儿 学习动工功法 令她感到惊讶的是 布拉迪在边上观看时 不由自主的也跟着学了起来 布拉迪不仅能跟着练功 还对法轮功的主要指导书 转法轮产生了兴趣 她自己会主动从桌子上拿起转法轮书翻看 丹安娜回忆说 她的这些举动完全打动了我 我意识到 我必须改变我的想法 丹安娜说 我一直在观察布拉迪 很显然 作为孩子的母亲 我对这个孩子的思想 缺乏足够的了解 她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什么会阻止她 什么东西能限制她 她究竟具有哪些能力 我之前的印象很多都是错误的 她还说 我很快就观察到 布拉迪喜欢法轮功 孩子本身不会解释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孩子的变化 说明了这一点 经过几个月的实践之后 布拉迪出现了惊人的变化 完全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 之前 丹安娜很少把布拉迪带到公共场合 她担心 她会受到刺激 而使病情更加严重 因为布拉迪对外部环境很敏感 任何不明原因的刺激都会让她患病 从而导致强烈的动作反应 可是练习法轮功之后 她变得安静 平和 对外界的反应也没有那么敏感了 她渐渐的恢复了正常 以前的病态反应 奇迹般的消失了 她的变化 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 此前 布拉迪的病情也给她的学习造成了很大困难 因为她在学校里 不能够和人正常交往 她不具备正常孩子那样的行为能力 可是在练习法轮功之后 布拉迪能够在课堂上入一厅奖 能够和老师与其他同学正常沟通了 老师也说 我对布拉迪的表现很满意 她已经像正常孩子一样 和同学在一起 很开心 很快乐 她的行为完全正常 老师甚至鼓励她坚持下去 提醒她继续修炼 丹安娜说 我很开心 她终于被解锁了 从自闭症中走出来 在真善忍的指导下 她学会了宽容和理解 能够为他人着想 她现在的性格是开放的 不再是封闭的 她很愿意与人交往 与小朋友在一起时 她愿意表现自己 也能够与不同表现的孩子相处 她的开心和快乐 也会感染周围的人 布拉迪在不长的时间里 就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让丹安娜既惊讶 又甚感欣慰 丹安娜说 看到布拉迪成为一个 健康快乐的孩子 我和家人都非常高兴 也感到非常幸运 我们都从心里感谢法轮大法 感谢法轮功师傅 带给我们的快乐和幸福 现在布拉迪已经12岁了 练习法轮功以后 她就不再接受任何治疗 也不需要吃药 她像其他孩子一样 享受生活 并且一直在坚持练习法轮功 丹安娜说 我与孩子一起成长 在这个过程中 也加深了我对大法的理解 以及对生命 对人生及目的的认识 修炼后 我变得更加有同情心 和懂得宽容 也变得更加真实 孩子能完全从自闭症中恢复吗 在当今社会的现代医学里 也没有人能做出肯定回答 所以 丹安娜在听到孩子的诊断后 非常悲观 然而 布拉迪经历的变化 如此不可思议 让她对法轮功的神奇力量 不得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这位幸福的妈妈 经常会将其他家长 推荐法轮功 并强调说 父母最好和孩子一起做 只要坚持 就一定会有神奇的结果出现 布拉迪是一个不幸的孩子 小小年纪就患上了 难以治愈的自闭症 不过呢 他又是一个幸运的孩子 通过修习法轮大法 又重获健康和快乐 他的康复也使自己的家庭 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真的是为他高兴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